各位战友大家好 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几篇大陆媒体阅读量百万家的文章 希望对大家分析认识当前局势有所避意 频道刚刚起步 感谢大家按赞订阅分享 祝愿您健康长寿平安 普京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只为苍生说人话 未被未感忘忧国 关于俄乌 我本已不想多操心 虽然同样生而为人 但毕竟距离遥远 直到普京又落下狠话 我觉得这是可能跟全人类都有关系了 当然也包括你我 俄乌能打成这样 并且打了这么久 远远超出我的意外 这并不能以此证明我很愚蠢 因为同样深感意外的还有一个人 这就是普京 01 乌东四周公投意欲合围 20日 乌东四个州宣告将举行加入俄罗斯全民公投 这引发美西方强烈反应 不仅给予了谴责 并表示拒绝承认它的结果 当然 俄罗斯并不在乎公投的合法性 更不在乎美西方承不承认这个结果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逻辑 他们不需要谁谁承认 自己承认就行 为后面的战争升级提供法律依据 只要这四个州公投通过 就意味着乌东四周将成为俄罗斯领土 就意味着俄罗斯可以从去纳粹化塔尔皇之地变成反侵略 可以调动更多的军事资源进行反击 俄罗斯的大动员并不是为了进攻 而是为了将来的防御 保住目前已经控制的四周地盘 最近的情况似乎对普大帝不太友好 刚开始的迅速突进一路干到基辅 没想到越打越拉垮 最终掉进了乌克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乌军似乎越战越勇 转入战略反攻 接连收回失地 这让莫斯科很胶着 更是进退为谷 他们既想在战场上寻找突破 又想在国际上维持体面 所以普京在和莫迪交心时 也透露出深深无奈 并且说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我相信普大帝也老了 更累了 他也不想打下去 但战场上失去的 只能从战场上找回来 在启动四周攻投后 作为战略侧应 普京紧接住宣布全国部分动员 将征召30万后备军人 投入乌克兰战场 换了牌照后的顿巴斯地区 成为插入乌的蝎子 以前乌军叫俄侵略 那么全民攻投后 如果乌军反扑 俄就可以使用一切可能的武力 进行自卫 西方的普遍解读式 一切可能的武力 就隐含了核武器 穆斯科对此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 但心里非常清楚 美国在乌克兰战场 给俄罗斯设置了两条路 一条叫托死路 一条叫不归路 而普京落下这句狠话 无非是也是给美西方一个选择题 要么乌军撤退 战争结束 要么护扔大炮 战争结束 但显然 昨天老拜登和英新晋首相会晤 谈的就是如何继续一起 搞死俄罗斯 他们压根就不认为这是倒选择题 而是一道判断题 而且答案就在题面上 对错都由不得莫斯科 莫斯科似乎也做好相关准备 国内动员力量已经在启动 从民调来看 大部分俄罗斯人支持普京 甚至还有一部分觉得普京太温柔太克制 这就是战斗民族的逻辑 而作为坚定同盟的白俄也步调一致 把武装部队和战斗装备调整到战时状态 随时拉响战斗警报 一旦俄罗斯对外宣战 白俄将随时投入战斗 局势正在变得敏感 而且极不确定 02 部分动员意味住什么 俄军在乌战场上连连失利 为了挽回局面 普京通过电视 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部分动员 此前 俄罗斯多次重大危机和军事行动 都没有进行过动员 包括柏林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 以及阿富汗战争和两次车臣战争 都没有动员 事实上 自二战之后 俄罗斯就没有搞过战争动员 而这一次虽然是部分动员 也足以感受到莫斯科的被动与焦虑 莫斯科承认 此前低估了乌政府的意志和乌军的实力 更是低估了美西方的参与程度 面对接连不断的失利 俄军不仅损耗严重 更是士气低落 点评 现代常规战争 已经很难实现领土战友 比如美国在伊拉克 利比亚 阿富汗 都被迫撤军 不是打了败仗 而是消耗不起 此时宣布进行部分动员 某种程度上 实际是承认了俄特别军事行动的失败 但作为一个理想大国 俄罗斯不可能承认失败 更不可能就此认输 他们必须要祭出一个更大的招 以此来逼退对手 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 而部分动员就是在威慑对手 我要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 直到大夫尼为止 面对西方的半信半疑 普京在发出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警告时 还不忘补上一句 这不是恐吓 显然 他怕美西方不相信他言出必行 不管他是真系假做 还是假系真做 都说明俄罗斯已经做好了 与西方硬杠到底的准备 对莫斯科来说 这事是一场关系民族存亡 只能胜不能败的正义战争 从乌东四周启动入俄公投 就表达了俄不惜将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决心 主动升级局部军事动员只是开始 极端条件下不排除 进行全国动员 从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来看 如果一个国家宣布总动员就意味着宣战 意味着全面战争的开始 整个国家都将转入紧急状态 但我认为 莫斯科并没有看到决定战场胜负的实质 现代战争早就不是二战时的那一套打法 更不是人海战术就能改变战场走向 从一开始 俄军的情报系统就被美国卡得死死的 这也是接连出现高级将领精准阵亡的原因 进入八月 乌克兰更是将全部军队资料向五角大楼共享 并在美国帮助下进行兵器推演 而俄方的情报系统就显然捉襟见肘 或者说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 这也是为什么乌军绝地反击 俄军节节溃败的主要原因 面对莫斯科部分动员的威慑 乌克兰时期似乎更加高昂 收复失地保加卫国已经成为他们的最高意志 并试图跨过奥斯基尔河 向东岸发起更大反击 而俄罗斯国内的资本竟然以用脚投票 股市暴跌 有些人争相出逃 据说离开莫斯科的机票一票难求 对于有钱人来说 他们有一千种方法远离战争 但对普通老百姓就不一样了 他们必须要承受战争带来的恶果和伤痛 他们的孩子也必须走上战场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离开脚下这片土地 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 深深绑定在一起 才能赢得尊严和活下去的希望 有钱人可以四海为家 但普通人有国才能有家 这就是我们保家卫国的真正意义 03 会不会引发核战争 部分动员当然恫吓不了西方 所以普京在动员中特别强调 将使用一切可用手段 作为世界头号和打击大国 普大帝所说的一切可用手段 当然包括核武器 所以整个世界都震惊了 联大会议直接跑题 美国总统拜登则在联大猛烈抨击 莫斯科发动侵略行动 称其无耻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并对欧洲进行核威胁 然后全世界的媒体也跟着吵起来了 有人认为俄罗斯在虚张声势 也有人认为谁也不能低估普京的痕迹 那么真的会打响核战争吗 要知道核武器主要用于底线威慑 而不是广泛用于战争 事实上自1945年 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 核武器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现在俄罗斯是以一己之力对抗 整个美西方 一旦被逼到墙角 就不排除动用核武器扳回局势的可能 莫斯科看得很清楚 在常规战争上 已经很难取得战场主动权了 据说普京此前还召集 全国武器生产商 要求对缴获的西方武器进行拆解研究 加快武器准备升级 并抓紧批量生产最先进的武器投入战场 但武器升级不是朝发夕制 现在唯一能叫板美西方的杀器 只剩下了核武器 所以普京并非是一时兴起 而是手里确实没有什么派能出了 虽然两年前 普京曾签署了俄罗斯和威慑领域的 国家政策基础 但这并不影响俄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使用核武器反击 一句话 只要莫斯科觉得吃亏了 就能用核弹 你是什么逻辑不重要 重要的是俄罗斯只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走 作为战术核武器的最大拥有国 俄罗斯拥有超过美国还多的核弹头 而目前北约所有核弹头加起来也不超过俄的十分之一 所以普京非常清楚美欧最怕什么 虽然搞核威胁多少有点不厚道 但现在的局面不都是美国逼的吗 按普京的话说 俄乌双方都被美国利用了 没有美国的不断供火 就不会有现在的两败局上 美国才是破坏核弹的罪魁祸首 如果要谴责俄罗斯不讲武德 那么就必须要先看美国做了什么 一直以来美西方都玩得一手好双标 一方面打压各国搞核不扩散 一方面把自己的核武器部署在欧亚大陆 不断巩固自己的绝对战略优势 只许自己放火 不许他人点灯 这不是典型的强盗逻辑吗 所以说 即使莫斯科发出核威胁 也是美西方逼迫的结果 拜登抨击俄罗斯不讲武德的同时 最好先审视一下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从俄乌冲突一开打 美国就不希望这场战争过早结束 现在的局面 恰恰是美国最希望看到的 美西方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战场 把俄罗斯拖死 消耗死 莫斯科显然也反应过来了 但无奈实力不逮 战场上的被动只是一方面 更大的被动来自于 大半个世界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围剿 俄经济实力只有北约的4% 根本打不起消耗战 更打不了持久战 所以说 相信普京说 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是真心话 但怎么结束 好像并不能受他控制 抛出核武器 也许是最无奈之举 他不可能不知道 一旦按下核按钮 就意味着核战争全面开启 更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他和俄罗斯 就将成为人类公敌 被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有些人认为 即使俄罗斯扔出核弹 世界上有核弹也不止俄一家 那么其他国家的核弹都会飞向俄罗斯 问题是这样的假设还有意义吗 人类还会存在吗 有数据显示 如果美国与俄罗斯互扔核弹 将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至少会造成50亿人的伤亡 所以即使是拿核弹出来吓唬人 也不可取 现在美俄实际上已经从俄乌战争 转移到了随时突破底线的心理较量 一方面是莫斯科拼命暗示别逼我扔核弹 一方面是华盛顿拼命暗示你不敢扔 谁扔谁完蛋 问题是你们完不完蛋不重要 可别拉上我们 04.中国态度与中国尺度 可能是为表示自己并不穷兵独武 昨天俄乌双方交换战俘 俄罗斯以215名战俘交换乌克兰55名战俘 相当于四个乌克兰人换一个俄罗斯人 这显然是一次不公平的交换 但俄罗斯有俄罗斯的算盘 此举的目的 无非是借此展示自己异军形象 并彰显国家对于自己士兵的尊重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士兵 而在另一个战场 联大会议则被美国极其盟友所主导 他们发起一场孤立俄罗斯的运动 一方面围剿俄罗斯 一方面打压中立国 美营会面双方领导人还大谈北爱尔兰的和平稳定 但对俄乌冲突却不断拱火 他们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 充满正义 但另一面却又支持科索沃独立 这双雕玩得很溜 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忍不住无力哀叹 我们的世界岌岌可危 而且陷入瘫痪 在很多国家看来 严大已经不是公平的天城 而成了美国的拐杖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200多天了 世界由此动荡不安 无论是粮食危机还是能源危机 乃至于可能发生的核战危机 一半以上的国家都受到波及 并承受这一地缘冲突恶果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 发挥什么作用了吗 作用倒是有 就是不断拱火 党同伐异 让莫斯科深陷俄乌战场不能自拨 并从中余力 相比较于美英的双雕 中国的态度却是一贯明确的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呼吁有官方 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停火指战 尽快找到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的办法 点评中国需要和平 以实现中华复兴 并与全世界共同努力 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新秩序 但是美国不想出现新秩序 只想继续保有霸权 看起来俄乌战争是俄罗斯破罐子破摔 实际上真正摔罐子的那个是美国 而出席联大会议的王毅 则在会议期间会见了俄外长 强调中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劝和促谈 希望各方不放弃对话努力 坚持通过和谈解决安全关切 中国的态度 虽然一直保持中立且促和促谈 但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形态 甚至走向 虽然我不站队 但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华盛顿 都要看中国的颜色 所以昨天拜登在联大会议上 又老调重谈的向中国示好 称美方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和冷战 而外交部则毫不客气地回应 不要总是表态 关键要落到实处 从国家战略来说 我们支持俄罗斯以一己之力单调美西方 从而释放美国极限 打压中国的压力与压强 而美国如果同时与中俄宣战 即使实力强大 也双手也难敌四拳 国家的存在 不是为了称霸世界 而是为了保护他的人民 都能过上好日子 并且过得有尊严 所以我非常理解中国的隐忍 我也从来不认为俄是最好盟友 但实在是因为美国欺我太甚 同俄罗斯相比 中国又何尝不是屡屡被逼到墙角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们没有更好选择 方国无大意 意欲不怀德 皆为利益使然也 我还是怀疑这场战争能否平静结束 或者是否会引爆核战争 从短期看 几个月之内 常规战争恐怕还是会打下去 几个月后 比如到了2023年 局势如何 就难说了 96比0 美通过涉华条款 准备告赏联合国 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 媒体报道称 美国参议院日前 以69票赞成 27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了一项气候条约修正案 承诺美国未来将停止使用冰箱 空调等设备常见的 制冷剂轻浮碳化物 而原因是该化学物质 将导致地球变暖 纽约时报在描述此事时 宣称上述修正案获得批准 意味着美国两党30年以来 首次在该问题上达成一致 然而 这原本是美国自己的家务事 可他们却偏要强行痛辞中国 据悉 修正案为炒作涉华议题 被插入了一项与中国相关的条款 要求美国国务院官员 必须向联合国提议 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实在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美媒指出 该涉华条款是两名共和党 反华议员要求加入的 并且以96比0的压倒性优势 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足以可见 反华在美国国会两党之间 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 他们之所以硬要扯上中国 是因为我们是 轻浮碳化物的主要生产国之一 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中国可以有更多时间 来逐渐减少对该化学物质的使用 换言之 美国自己既用轻浮碳化物 还想通过国内法的形式 强迫中国也加速淘汰轻浮碳化物 手伸的未免有些太长了 要知道中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是美国的一个州 我们不会吃长臂管辖那一套 不过 美国反华势力试图在联合国层面 剥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绝不仅仅只是因为一个制冷剂而已 背后必然有更大的阴谋 直白点说 他们是想将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 所享受的待遇也一并消解掉 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应该承担的责任 以及需要制定的减排目标 自从我们在去年公布碳达峰 和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后 美国就始终没有停止过指手画脚 动辄以中国因更具雄心为由 不断施压我们制定完全不符合 实际情况的减排目标 当然了 他们可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无非是利用环保这杆大旗 站在道德之高点 来限制中国发展 逼迫我们去工业化 除此之外 在经济层面 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发达国家相比 可以享受更多关税优惠 所以早在特朗普时期 他就曾数次否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试图将中美拉到同一水平线 不仅如此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德国官员被暴雨修改 对华援助政策 并计划不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但我们究竟是哪种身份 并非没有判定标准 不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人说终止就能终止的 否则世界秩序还不乱了套 目前 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主流机构 均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其实从人均GDP来看 我们才刚刚突破一万美元 连发达国家的门槛都没摸到 所以事实是胜于雄变的 综上所述 美国试图涉连环境 让我们一步步踏进他们布置好的陷阱中 但他们的小伎俩早就被我们看穿了 中国自然不可能上这个当 而且我们还要对其推卸责任的做法进行反击 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直言 应对气候变化不能光喊口号不行动 敦促美国认真履行应尽义务 不要为自己的不作为找借口 值得一提的是 拜登政府为了阻碍中国崛起 出台了一系列与积极应对气候相违背的政策 比如打压我国光伏企业 这说明他们压根就没想踏踏实实地搞环保 反观中国 我们正不断向着既定目标前进 要论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中国可比只会耍嘴皮子的美国强得多